那我在想前幾個禮拜都在講 關於什麼是研究啊 然後呢怎麼寫論文啊 論文的格式應該是什麼 但是我們一直講到論文的格式 那個是一個怎麼講 外型 但是真正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各位都試著去寫嘛 有些人試著去寫 問題是他的內容到底應該是什麼 像我想區分的是說 論文其實有好多種 但是我們的研究生 也應該主要認識兩種 我們就夠了 什麼是兩種類的 哪兩種呢 一種是短天的 那種要投到研討會 還投到期刊的那種論文 都是短天的 對不對 你很少看到投到研討會 和期刊的一百多頁 對不對 有了看過這樣 研討會的期刊論文嗎 很傻的 那另外一種是 碩士論文和國師論文 那也是長片的 對不對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好不好 往往各位可能寫的時候 你 常常去檢索 你會發現 我是看 做博士論文資料 比如說你看到的都是長編的 但是當你用那個長編 來寫短編的時候 你會發現出問題 那你用短編的模式去寫長編 你會發現 有問題 所以 做博士論文是長編 是什麼 那研討會的是短編的 那研討會的是短編的 或者是期開 這都好像短編的 那兩個其實結構有點像 研討會的期開 一開始的是什麼 一開始都是 栽養 再來都是簡介 然後呢 文獻文物 問理描述 問實驗方法 問理描述 再來實驗方法 然後接下來呢 結論 OK 通常是這樣一個模式 那 但是呢 在短編的時候呢 那每一個部分 都是 都是一節 對不對 但是在長編的時候 每一個部分 變成 通常是一丈 那 這不只牽涉到整個 就是長短的問題而已 跟你的寫作方法都會差別 你寫長編的寫作方法 跟寫短編的寫作方法 是不錯的 那 當你寫作詩論文 長編的時候 你會描述的細節 通常是 非常講清楚 就是 你會看到 都說我可能 我可能在 在 當時 維線維固上面 就維固了一大堆方法 很多很多 幾十種方法 但是到了你 寫短編的時候 你通常 維線維固上面 你就 只會寫那個 跟你最相關的那些東西 其他東西不會寫 那短編有一個特色就是 就是 就是短編的部分 會非常強烈的 實驗 所以你整個短編的 跟穩通常會是圍繞著這個東西 再寫 如果你沒有做實驗的話 你寫短編論文上面 會 有點麻煩 如果你是做系統的時候 也是可以 但是你不見成 你在實驗上面 那個 寫的時候會覺得 覺得不知道應該寫什麼 那 所以當你在寫 短編論文的時候 整個 東西是圍繞著實驗在做的 為什麼要圍繞著實驗在做的 那實驗應該怎麼設計 這個是在我們 電子和資訊系統黨會教的 但是在 反而在一些 我們認為說 好像比較 不那麼科學的領域 他們還會蠻注重這個 舉個例子好了 像往往你會看到像 氣管領域的研究 結果 你會發現說 他們做的東西其實蠻科學的 那你在看我們自己電子 資訊領域的研究 發現 奇怪我們做的東西 怎麼合不科學的感覺 那 原因 有很多 我稍微 待會兒會提到 那 到底實驗要實驗什麼 有個人有概念 舉個例子好了 你發展出一種新的 影像辨識演算法 對不對 那那個影像辨識方法呢 你說我正確率可以變得 高到百分之98 那譬如說本來的方法只有百分之九十 那譬如說本來的方法只有百分之九十 你是不是通常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在實驗上面你就用一個 實驗距離去證明說 OK 確實證距離高到百分之九十八 然後別人的方法只有百分之九十 但是 這裡好像會有很多問題 很多迷失的 實驗到底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設計 那 在社會科學裡面其實他們都很清楚 在我們 電子資訊裡面反而都不太清楚 我想問一下同學 實驗到底 應該怎麼樣子 設計 然後 我應該注意哪些點 來 我們不要從前面 最後面 我看不到你還會同學 你是研究生法 是齁 請回答一下 總是有人在後面這樣子 總是點不到他 來 實驗到底應該怎麼設計 你覺得有什麼注意 要小心啊 或者是 應該 因為 那個 爽間 不算一個回答 請說 如果你現在不敢說 不能說 沒辦法說 等到你去 說事 口事的時候 你就有大麻煩 所以 現在就先訓練一下 請說 實驗到底應該怎麼設計 舉個例子好了 我隨便舉個 例子 就是說 你現在幾年幾 一年幾 好 你打算進來做什麼 還不曉得 至少 題目不曉得領域總有嗎 你擅長什麼 原本是電什麼系的 原本就是電子系的 好 那你應該就是 這就是你的擅長的東西 雖然沒有很專 沒有專到一個 單一的題目上面 那至少 電子啊 然後 電磁學啊 之類的 通訊啊 這些應該是 你熟悉的吧 數位電路類比電路 這些應該是 你熟悉的吧 那 你知道電子領域的 實驗通常我做 有沒有概念 畫電路圖然後 去做模擬 然後呢 假設你 你弄了一個電路圖 你覺得好棒 我覺得這個電路圖 棒的不得了 然後我做模擬 然後呢 然後 數字完之後 OK我再 按板子 按板子 然後呢 然後再整個 你要做東西 OK 好 那 當你要寫入門的時候 你做了以上 你所說的那些東西之後 你應該怎麼 開始 我按了板子 我到底按了幾條 然後寫上去 然後寫上去 那你應該怎麼寫 把電路圖放上去 把電路圖放上去 然後呢 模擬完之後 結果寫上去 好 電路圖放上去 模擬完之後 結果寫上去 這是 電子系一般的人會做 做法 電路圖放上去 好 模擬堅果 好 那問題來了喔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怎麼知道你設計出來 這個電路 有效還是沒效 好 還是壞 先經過程式模擬 對 那問題是你程式模擬出來 假設啦 假設你現在設計一個 3G的 3G的那個 那個 怎麼講 發送器 發送電路 發送電路 那這個通訊發送電路 我怎麼知道它還是壞 我要 有什麼機格 我知道它還是壞 比較 那你現在講到一個比較 好 問題是你只有設計的一個電路 你怎麼比較 看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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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別人的 其他方法對不對 或其他電路 對不對 好 那現在 你比較其他電路 所以你會有一個 必須要選擇 找一個其他跟你類似的 做同樣事情的電路出來 對啊 那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是不是 應該把其他人的電路 也是做一遍 那沒有你怎麼比較 你可以考慮嗎 就別人的成果 他要來參考 問題是他的成果 有開放電視嗎 給你嗎 不然你要怎麼管你 所以別人的還要在這裡面 所以別人的還要在這裡面 對不對 開始想清楚問題了 有沒有 沒有那麼簡單對不對 我只做我的 那別人的 我又沒有他的成事嗎 我告訴各位 現在的開放 就是做論文 他有開放他原始碼 還真的不多 開放原始碼界 跟論文界 現在其實 還沒有 沒有那麼會有 的情況 分學路界 所以 你常常 你如果可以找到 那個比較電路 當然可以拿來用 然後去考慮你比較 可是往往不是這樣 你要找到 跟你同性質的電路 來做比較 有時候有問題 就算你找到了 他的程式 他的電路 那接下來 你怎麼跟他比較 不管你是重寫 還是 不管你是重新試做他的方法 還是說 你直接找到他的程式 電路 然後來 拿來幫 假設你已經有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 你該怎麼辦 你要用什麼樣子的 我們常常 常常 不是只有電路就可以做 對不對 比如說 通訊電路一定有訊號 程式的話 你一定會輸入 而且那些輸入和輸出 往往不是那麼 只是一種而已 他有各式各樣的輸入和輸出 那你要找什麼樣的輸入和輸出 來做比較 怎麼辦 看書 論文的東西都很適合沒寫 看別人的論文 是一個辦法 對嗎 如果 他有告訴你 他用什麼樣的測試資料 你就去找就對了 對不對 這樣很簡單吧 但是 請問在場的同學 有沒有人曾經看過 他的論文裡面 有公開的測試資料 二零級的公圈 特別是 你們應該看過比較多的問文 如果人曾經看過他的論文裡面 有公開測試資料 你只有看過一天 你只有看過一天 那 你 總共看了 大約多少天 裡面 你發現一天有 二十幾天 二十幾天裡面 只有一天有 OK 那這裡就有問題 大問題 對不對 二十幾天裡面 只有一天有 那我們要怎麼跟他比較 他說他的方法 我說我的方法也不差 我要怎麼跟他比較 對不對 測試資料也是我的問題 所以當你在想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不是想你要動手去找 要找到那個測試資料 如果沒有你要自己想辦法 生出那個測試資料 你才有辦法做模擬 不然的話 你的這個實驗會做不下去 對不對 當然有些人就是 弄了一大堆疑問模型 但是最後沒有測試 這樣算不算科學研究 難算對不對 所以當你要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正式的說法是 好 在這位科學或者是那個物理學啊 化學啊 生物學 他們會有實驗組和對照組 但是在我們資訊領域 或者電子領域 往往沒有實驗組和對照組的 但實際上通常還是沒有啊 如果你一個實驗 你發現沒有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 譬如說我今天在改進一個演算法的複雜度 那個是理論上的複雜度 根本不需要實驗組實驗來做的 那我只要演算法設計組和分析一下 我就知道複雜度是多少 跟別人一比你就知道說 那它是真假的 但是這種情況 通常是在算有實驗複雜度的實驗一下 其他的部分 通常都會被笑 那所以 現在問題來了 以剛剛這個 你做的電腦圖 跟別人的電腦圖而言 誰是對照組 這位同學 你今天必須要回家當中 以你做的電腦圖而言 跟別人做的 哪一個是實驗組 哪一個是對照組 你自己的是實驗組 你自己的是實驗組 對不對 那別人呢 就是對照組 對不對 那這個他的你怎麼選 隨便選一篇入門來跟他比較嗎 那你怎麼選 你想要的 你想要的 那 你想要的你拿到的 那篩選的標準是什麼 那你要做的條件吧 做的條件 OK 舉個例子喔 你會不會 常常就是 在碩博士論文資料部裡面 然後搜尋到一天 然後我就拿來說 喔 這就是我的比較的對象 然後我就拿來比 那不是的話應該怎麼辦 他是跟你有關的 而且 你也覺得 跟你的 問題是一樣 那這時候 你一不應該拿他來比的 問題又不應該拿比 問題一樣喔 問題一樣 但是你方法不同嘛 對不對 通常你方法不同 問題一樣 你才有辦法比嘛 問題不一樣就沒辦法比了 對不對 問題不一樣 兩個做的是不同的事情 沒辦法拿在一個籃子裡面 所以是 問題一樣 或者是 他所用的方法 可以應用到你的 東西上面 讓你知道再做一次啊 問題 通常是一樣 就算不一樣 你也要把兩個問題 最後測試問題 變得怎麼樣 你是要辦法比 好 那 這個他的通常 要怎麼選 這個他的通常 會找 所謂的benchmark benchmark benchmark 就是 標準的 標準的 實驗背景資料 而且是目前 大家 大家 學的 那些方法 是 是 比較好 處理拿來做個比較的項 叫benchmark 所以如果你一個領域 沒有看到說 這個領域 到底benchmark 在哪裡的時候 代表你對那個領域 通常還不夠了解 OK 所以這裡其實 其實 他懶得這部分 很多的他懶 但是你怎麼選 其實這 往往是 是 蠻關鍵的 但是有時候 剛進去做研究的人 都會選 都不知道這個 然後就 隨便找一個 就來講 請問 你隨便找那個 很難事 他覺得本來就是很差 好 那另外 再以這個例子好了 你的模擬結果 通常一遍路而言 至少 正確性都有 你不會設計一個錯的電路 然後拿去跑模擬 然後模擬出來 結果是錯的 然後拿來比較 等等 所以通常 以 以電路而言 通常 正確是基本假設 但是呢 如果你是做糾錯嘛 那當然 你的方法是 在某種容忍範圍之內 可以把某種錯誤的東西 糾錯變成正確 那所謂的正確 就是說你的電路圖本身沒有錯 但是你做其他人的電路圖 當然是沒有錯 你才會拿來比較 如果他已經做了 你不會拿來比較 但是 既然兩個都是正確的 那他到底要比較什麼 好請再回答 兩個既然都是正確的 那你到底應該要比較什麼 效率 效率 對不對 所以 比較的是效能 對不對 這個是在電池資訊能力常見的一個情況 就是比較效能 那比較效能的時候 我會講一下 你們電路的比較效能 通常不錯 我不是很了解 電路的效能比較不錯 我不是很了解 就每個電路有不同的 比較方法 有嗎有嗎 小的嗎 旁邊的同學 幫他講一下 通常動作 比較效能的時候 小的 小的小的 譬如說 好假設我兩個就跑 那 第一 我的 我的跑出來 10秒 那他的跑出來呢 10.5秒 這樣好像 我贏 對不對 但是你會只有一個測試案例嗎 通常不會只有一個測試案例 你會有很多測試案例 那每個都去跑 不見得你都可以贏 而且官方是固有福利的 那有些人呢 就會這樣做 別人的拿進去跑 一開始呢 別人拿進去跑 10.5秒 結果自己拿進去跑呢 幾秒 幾秒 10.8秒 接下來怎麼做呢 我的不夠好 修改一下我的電路 對不對 然後 修改了我的電路呢 再去拿去跑 哇 10.6秒 還不夠好 再修改一下自己的電路 再去跑 10.1秒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這個 去比較的時候 寫論文啊 我的比他好 你就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用回到 你同學身上 你就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經過這樣的程序之後 我做完了 我的論文實驗 也覺得比例很好的 你就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嗎 你就這樣的程序 合理嗎 對嗎 有沒有人看出我所 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問題到底在哪裡 稍微講一下 然後周謝回答 你覺得這樣的實驗問題在哪裡 感覺就是 自己沒有一個定論不夠眼睛吧 就是一直改 就是 畢之改 其實在 做電路突破 做任何的 點鑽法的 過程當中 是必然的 但是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 實驗唱不科學的地方 非常不科學 看得出來是哪裡 非常不科學 好 我們直接說吧 為什麼呢 你現在實驗組 你不斷的改進 看你沒有改進對照組 然後 最後你當然有可能 會比他好 那你說你的方法比他好 其實可能只是我一條的 最後的參數比他好 對不對 那這樣證明你的方法比他好 那這種實驗 往往就再自欺欺了 因為你最後一條參數比他好 而不是你的方法真的不強 如果不能這樣做應該怎麼做 來 又回到我同學身上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這樣 因為你不斷的微調 當然他會進步啊 問題是 別人的方法在那裡 你不斷的改進自己 當然你最後會比較好 但是問題是 你那個最後比較好的結果 往往是一種 偶和 就是 我改良過了 在不公平的 比較基本上去做比較 而且輸入和那個 測試的環境 輸入的 模擬的資料 可能你用的都是一樣的 那 這個情況之下 你正在規那一種資料 在你的方法上面做改進 但是這種改進呢 使得你的方法特別 往那個 適應那種資料的方向來動 所以最後其實是在這邊 但是如果不這樣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 實驗組和對照組 在這裡 通常 你所用的 你所用的那個實驗 實驗的輸入或資料 像以斯類的 會 有很多組 而不是只有一組 而且這些資料還區隔開來 有所謂的測試 測試集 OK 那 另外一個是 那個應該叫什麼 你從來沒看過的 資料 那個 是真正拿來做 實驗用 我突然 王老師這個應該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 你必須要有一組 這是你在做實驗改進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用來做測試 另外一組呢 那一組你不能拿來 做任何的解 那組是密封的 完全是不能接觸 英文 英文怎麼叫什麼 本來就是 什麼 遮起來 你也有 就是蓋起來 還有 有些實驗它是要 類似的 那 我現在突然忘記怎麼 怎麼描述那個 那個東西 反正就是 有一組是 你實驗的時候你就能拿來測試 在測試機 但是另外一組是 你不能接觸的 那一組 要不夠 保持公正客觀的 當你沒有接觸那一組資料 你拿來跑的時候 你才說 那我在 我在測試機上面 表現的結果 測試一遍 然後我發現 淋它了 在那個 沒有見過的資料上面 我測試的結果 我也要淋它 那這一點 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是做一種 over tuning的狀況 就是過度的適應 你的實驗數據 過度的適應 你所 輸入的那些資料的問題 OK 那 事實上如果比較標準的做法 應該是 應該是 你不是去想辦法證明 我的東西比別人好 真正你要做比較 嚴謹的做法 你應該是想辦法證明 我的東西比別人超 只有當你想辦法證明 我的東西比別人超 而且 你不斷的想辦法 測試它 比別人超 結果你發現 它沒有比別人超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辦法 才真的 是比別人好 那我們往往一直在做說 一開始就 心態不正 就想要比別人好 最後一做出來比別人好 但是 那個通常不太表示 所以 當你不斷的去批評自己 發現說 最後發現 我怎麼做 他的方法 就是比別人好 這時候你的辦法就真的好 再來是什麼 這是科學實驗的態度 如果你沒有這種態度 那個 怎麼講 真的 真的 你想要 想要證明的那件事情 如果沒有這種態度的話 其實最後就是好 好 所以 所以 在 在電子 影域或資訊領域 我們往往會用這個 描述 但是在資訊領域 我們往往還會用另外一個 複雜度 像這種東西 一個O N平方 一個O 三方 一個O N 之類 那 每一個領域有不同的 比較方式 像 演算法就有這個 但是演算法用這個 到最後真正考實驗模擬的時候 還是問題 那 你兩分如果都贏 好 那代表路上好真的不錯 那如果 只有這裡 這裡沒有贏 那就是在資料季小的時候 不錯 大的時候就會有問題 那 這是 資訊領域 但是 其他領域 我覺得往往比較 就算能夠看 到底什麼叫做 真正的實驗 橘子 各位知道那個 生物領域有這個東西 A T G C A T G C 這 這四個是 核酸 核酸是 DNA的組成 基本元素 那 在核酸上面有一個 幾乎是定律 這個定律是什麼呢 不是 A的 原子數量 跟 A的那個 分子數量 跟T的分子數量 永遠都會一樣 G的分子數量 跟C的分子數量 永遠都會一樣 那 為什麼呢 因為 最後 那個 挖著 和 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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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A一定會接到C G一定會接到C 所以最後的結果 你去做實驗 你會發現 這些的 分子數量 什麼測都是一樣的 那這時候就應該有個假說 對不對 我的假設是說 這個是一樣的 好 那另外一個 你就要放另外一個 相反的假說 那 那個相反的假說 在統計學上面 那個 這個 有一個特殊的名字 欸 突然忘記了 統計學上面那個 那 我們 另外一個 相反的假說 那一附就是 很棒 的那個 東西 有一個專門的名字 我快忘記 那 我們 在做實驗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在這兩個實驗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在這兩個實驗 假說裡面做選擇 到底我能不能 當 當我觀察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那我就必須要去做實驗證明說 那我做幾次實驗之後 發現說 到底這個算不算對的呢 那這個假說就是 就是這個 假設我在 H等於 這個 A等於D G等於C 那 這個是我們的假說 但是呢 這個叫虛無假說 看看情況 你的假說跟你的虛無假說呢 兩個之間其實是對立 或者叫對立假說 可以 好 欸 不許虛無假說 也很簡單 不然用對立 對立 我記得有人講說 好 用對立假說 那 這個對立假說上面 你必須要去認證說 我到底 這個東西 可信度有多高 我做了實質實驗 那實質實驗呢 你會發現 可能是像這樣 A D G C 弄出一張表 一張表的時候 這邊會發現說 這邊 200 那 T呢 205 那 G呢 123 那 C呢 120 像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它並不是真的 一模一樣 它並不是真的一模一樣 但是它只是非常非常接近 因為 16周圖草 那你怎麼知道說 既然套草草 我怎麼能夠證明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只是 我不能證明它 我們通常只能夠 只能夠說 如果是 如果是 在這個H的情況之下 產生這樣的實驗結果的機率是很大 我們只能夠這樣子做 也就是說 我們 後來 最後會發現 我們的數據 數據呢 是支持假說 不會去 推翻這個假說的 那這時候你做的實驗 其實就 就有蠻強的科學性 就說 OK 那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 否證這個 這個 事故產業 那經過夠多的實驗之後 你會越來越有信心說 那這個東西是產業 那 在物理啊 化學啊 生物領域上面 他們會是這樣做實驗的 但是在資訊領域呢 我們往往沒有這樣做實驗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有客觀的觀察對象 因為他們有客觀的觀察對象 資訊和電子 網網 電子台中常比較有 資訊的部分 還會有客觀的觀察對象 那這裡就會有 產生一些 實驗上的一些 資訊領域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不過 基本上 他的精神 應該是要 遵循 一般人像科學事業的做法 但是當你沒有斷法的時候 我們 不得已才用 校難吧 之類的這種句 那即使你在檢驗校難的時候 物有 物有優劣的時候 其實 你也可以用作 黃金的檢測方式去檢測住 那 我的東西是不是很明顯 比大家 或者是 其實只是 你 機率上的意外 那我比較熟悉的是 資訊領域的 資訊領域 通常比較的對象有 幾種可能性 我先提供 那個人 另一個 另一種 容量 或空間 另一種 那你剛剛那個同學說電路的這個例子 通常比的是速度 但是也有可能你比的是說我用更少的電晶體 或更少的邏輯雜力 就可以做到同樣的功能 這也是一個改良 我如果能夠用更少的邏輯雜力 更少的電晶體做到同樣的功能 我就可以把內科IC的成本降低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所以 空間 在電晶領域 同樣是適用的 再來 正確率 這個通常是用在下 做影響變形 或人工智慧領域 ok 那正確率 就是 比如說 我現在手寫辨次 手寫辨次 我有1萬張 通通都寫6 ok 就是都寫6 有些寫3 有些寫4 但是同樣的內容 有人寫成這樣 有人寫成這樣 這時候 你全部 拿進去你的測試機 你放1萬張進去測試 最後 出來 它的原算法有多少張是變認證券 有多少張是變認錯誤的 我的原算法有多少張變認證券 多少張變認錯誤的 那最後比較正確率 通常是在這裡 但是 這裡其實 你還沒進入那個研究主題之前 通常就應該要想清楚 為什麼 你到底拿不拿得到這種東西 你拿不拿得到測試的影響景 而且上面還有標記 有標準答案 如果你拿不到那個 標記有標準答案的 這是影響景的話 你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做影像面試的實驗 那我拿不到的話 最後 你會被迫要做一件事情 自己去標記整個影響景 那那個影響景可能 下去就是幾萬張 你的碩士 入門做起來就沒有 而且 會有個問題 因為 沒有公認 那到底你標記的對不對 那 你標記完之後 最好 一定要把它開放出來 那 讓別人也可以用 同樣你的標記資料物 繼續去測試 但是 發現台灣的入門 真的很少人在做 所以 資料都不公開 到最後 就 反正比較 這也是為什麼 台灣肉 一直引用力 從腳底的人的引致力吧 那 所以 速度 空間正確率 這是 目前 大致上 資訊你們有看到的 幾乎都落入這個範圍 有沒有人有想到其他的 比較的 最後實驗結果的比較清楚嗎 沒有 或許是 有人知道 但是沒有 沒有提出 所以 大致上 這三個是 應該是 常見的 好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 那個先幫我關起來 那 對 谢谢大家